有一個客人他是 這個時候有一個預感 就是感覺到說 他也像跟媽祖娘娘蠻有緣的 他就去拜了這個媽祖娘娘 過幾天他就走在路上 咦 突然間看到這個場景好面熟喔 感覺是說像我在夢裡面有夢過 然後就隨便就是選那個熱頭號碼 結果就賺了很多錢 他那時候投資了之後 要不然他一直發 至此之後他就開始變成 那個媽祖娘娘的信徒 各位忠視新屋網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夢老師 其實今天老師要來分享就是 有一個客人他是窮困了倒 那他這個客人以前非常的富有 而且是個企業家 那就中道衰落 那我記得他來找我的手帳已經很慘了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可以再起死回生 可以讓他就是重新再來 因為他是做仿製業 那大家也知道說 仿製業在台灣 就是近期年都很不好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就是要去拜訓你 那他那個時候就說 那到底要拜什麼時候 他其實也不知道 這個時候有一個預感 就是感覺到說 他很像跟媽祖娘娘娘有一點 後來他就真的照我的話 他也是去照了這個大甲媽祖 拜因為他剛好是彰化人 所以他去拜那個 台中的大甲媽祖是最近的 然後他拜完之後就跟我講說 感覺很像也是沒有什麼效果 因為我覺得他說不可能啦 拜拜有時候不可能說馬上拜 你馬上就可以 有感覺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都馬上拜 然後隔天 神明就會實現我的願望 我記得過了半年後 這個客人就跟我講說 他很像中了那個樂童 就說你是怎麼中的 他說那時候我跟他講 要去拜一拜的時候 他就去拜了這個媽祖娘娘 後來他半信半疑 然後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就夢到一個女生 然後他說這個女生是戴斗笠 然後就好像站在以前 之前要去那個大甲媽祖 然後他就記得說很像 這個女生就拉起她的手 然後就來到了一個場景 然後這個場景就很像是一個投注站 然後旁邊他有看到 很像有檳榔攤 有什麼其他的 後來他就醒來 那醒來之後 他就沒有想很多 但是過幾天 他就住在路上 他就突然間看到 這個場景好面熟 感覺是說 很像我在夢裡面有夢過 於是他就看到說 這裡有個檳榔攤 旁邊有什麼 有一個投注站 他就進去 然後就隨便就是水的那個都好 結果就中了很多錢 不是說中到那個 就是投了很多錢 就是要中到一筆 為數不少的金額 那這個金額就不能透露 他中了之後 他就拿這些錢 去做新的事業 像跟生技公司有關的 欸 他那時候投資的時候 又讓他一直發 然後發了之後 他就一直告訴自己說 一定就是這個媽祖娘娘 當然 他也說要捐一些給我 他就說是我自己給我 我就說不用你拿去做善事就好 自此之後 他就開始變成一堆 媽祖娘娘的信徒 那以後他 一當問題 他也會去基杯 然後去問這個媽祖娘娘說 他接下來要怎麼做 當然他也會來找我 做一個輔助 那到現在為止我看到 他的生技公司做得很不錯 然後後來又投資了其他的產業 而且我覺得他發展得很好 後來他就開始跟大家分享說 欸他的故事 那我後來也發現說 其實只要你心存正義 然後很相信你的信仰 這個信仰就會把你的願望 願力變成真實喔 那在此呢 翔哥老師也祝各位忠實興旺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趁著媽祖出選的時候 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媽祖的威靈顯赫 那也祝大家都有個美好的每一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